在現今的社會框架下 不少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奔波 有些媽媽更為了專心照顧子女而離開職場 但近年各行各業都請人難的困境下 婦女就業再次獲得大眾關注 怎樣可以鼓勵婦女探索更多就業的可能呢 之前是沒有工作 下來香港不是太久 時間和疫情期間都是找不到工作 自己很無奈 找工作又找不到 那個位置就是在家無所事事 情緒很低落 那期間我經常都是送兒子上學之後 買個麵包坐在公園裡吃早餐 不敢回到家 之前我兒子是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沒有工作幾年了 那就貼細節吧 同同的社會 為了全面照顧家庭和就業的需要 就大幅慈善基金和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共同推出社區揭腳點 以及深深連動基層家庭支援金計劃 幫助婦女打破現有的困局 這個基金的目的就是會發放一些支援金 婦女可以幫助小朋友去報讀一些功課 輔導甚至是興趣班 另外他們也可以運用支援金 用來可能在他們職場上有些技能提升的課程 令到他們可能在這方面有更多信心 讓他們進入勞動市場可以有更好的準備 結腳點其實就是提供一些托兒的服務 我們這個基金其實就是可以用來申請一些托兒的服務 另外其實我們的婦女其實她的強項都是照顧 其實我們結腳點其實都要請一些活動指導員 婦女就可以利用她們的強項去做一些照顧的工作 從而亦都可以增加她們的工事 令到她們家的收入好一點 入職之後有收入 自己買東西鬆手一點 自己作主 開心很多 也不用每次問老公拿錢 真的要自豪感 老公也會尊重你 老人家現在態度變了很多很多 家庭氣氛我覺得融洽了 起碼大家有雙有良 小朋友一定是開心的 第一次不知道我見甚麼意義 第二次就很開心拍過來 就來自這種感覺 很開心 很滿足 而另一邊商 合廠Hatch正正是其中一個機會創造者 和不同的企業合作為社區就業創造新的可能 我們剛剛在2022年的時候推出了一個叫做 媽媽假期工作的計劃 好像是媽媽在家請假 會否三個月試試重途即場 這裏是專門為一些五年以上沒有上班的媽媽 好像一個踏腳石一樣 希望他們平衡到家 上班的節奏和自己的興趣 透過這個施工計劃 就做一個比較低門檻試驗的機會給他們 剛初都是因為興趣 看到一些時間又很彈性 可以讓我照顧到家 然後又可以做一份自己有興趣的職業 之前已經一直照顧小朋友 很久都沒有上班 差不多離開 跟社會脫節了十年 後來發現原來我上班 可能少了時間在家庭 但我又覺得自己的自信心回來了 因為不單是圍著家庭轉 原來我都可以跟同事相處得很好 我們合廠在接觸不同媽媽的時候 發覺找工作可能是想找回自己的目標 但我們覺得不至於此 我們其實另外也會有的計劃 譬如是社區職人 我們叫COL 是透過訓練媽媽不同的能力 去貢獻社區 上了這個課程 然後還可以讓我們有實習的機會 會帶領社區裏面不同的人群 一起去做運動 那我就覺得很開心 自己又學會了怎樣放鬆自己 又可以教到街坊 這樣可以一起做運動 我們都見到 如果給多些不同的選擇 和途徑給社區的媽媽 可以讓他們在不同人生的階段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個目標 父女要重新踏上職場 沿途可能難關處處 幸好得到周大福慈善基金 以及其他機構的跨界合作 推出不同計劃與父女同行 為他們注入希望和動力 勇敢向夢想行道前進